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只要在一定的场合针对一部分亲众的所有讲话 它都可以叫演讲 所以我们这个定义叫 凡是以多数人为对象进行的讲话 它都可以叫演讲 从狭义的角度来讲 那么演讲它特指在公众场合 就某一个问题或者是某一个事件 发表自己的见解 发表自己的见解 借助有声语言和态势语言 面对亲众 说明事理 发表意见 抒发感情 达到一个目的 就是感受听众能够赞同自己的意见 能够接受自己的情绪 能够理解自己的意思 从而达到信息传递和目的表达诉求的一个愿望 那么这就是一种特指的演讲的一种口语表达形式 这个是狭义的一个理解 那么从演讲的种类上面来讲 它有几种划分的方式 从内容上有划分 从形式上有划分 从方格上有划分 我们一般来理解演讲 基本上从形式上面来把握 在这个里头大家比较熟悉 那么命题演讲 进行演讲 论辩演讲 它是从形式上面作为划分 我们今天要讲的呢 主要是从形式上分出来的一种叫计性演讲 叫计性演讲 所以呢 我们今天主要认识一下计性演讲的问题 计性演讲 它是在演讲主体 在事先没有准备的情况之下 就眼前的场面 情景 事物 人物 而即席发表的演讲 其实啊 作为领导干部的能力 素质训练的一种要求 计性演讲 进行演讲 应当讲是非常常见的 为什么 我们到一个地方 检查一下工作 随时随地都可能有感而发 表达自己的一些的观点 看法 那么 这些的观点 看法 你所要表达的 这些东西呢 应当讲 它不是事先 你有文稿 或者是 有比较系统的 复稿形成 而是 集息 就眼前的问题 而展开的 演讲和评说 所以我们把它 作为一种 寄进演讲的内容 来进行认识 有一些同志 出行某一个会 到了会上 你是有分量的人物了 会议完了以后 人们自然 主持会议的人 自然会点出 请某某领导 给我们做指示 获得什么点 像这种情况之下 你可能 你是要发表 寄信演讲 当然 某一个单位 给你准备好了文稿 它例外 那个可以 不叫寄信演讲 那个叫 有文稿的发言 那么概念上 我们做这样的认识就行了 关于演讲里头 涉及到两个字 一个是演 一个是讲 在演讲里头来讲 讲是主体 讲是重要的 主要的 表达形式 但是演 它在这里头 也有差点含义 演在这里头 表达为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个方面的含义呢 是演绎 就是把一个材料的 内在的逻辑 组织 讲的一个渐进的层次 给它梳理 组织 组织起来 这是一个方面 接着一个方面 它有表演的成分 为什么 演讲演讲 它都完全表现为 声音的表达 还有形体的姿态 的语言 首饰 表情 一个笑容 代表什么意义 一个眼神 代表什么意义 大家知道 站在台上 给某一位 送一棵秋千的包菜 它代表什么意义 大家自然 它是会理解的 或者是 一道手势 给人打个招呼 它代表的 语言意义 内容 能够相互形成 信息交流的内涵 大家也是明白 所以 知己语言 它应当是 可以交流的 在演讲当中 我们应当引入 这样的一些成分 但是 表演在演讲里头 它不能过火 讲是主体 表演 它只是一个 辅助的成分 它只能够辅助 你的 讲的内容的表达 第二个方面 我们在这一个课上 准备的精心演讲 应对训练的一个材料 类型 先给大家做一下介绍 一类 我们设置的是 情境体 情境类 这个情境类 就是给定你一个事件 或者一个问题 要为演讲者设定具体的情节 情景 角色 也就是 演讲者 你所要进入的角色 你所要扮演的角色 要么是植物 要么是学者 要么是主人 要么是宾客 就是 你一定会进入到一个角色里 听众呢 它也有一个角色的设定 这样 就把我们这样的一个演讲活动呢 给规定下来 你必须针对具体的事项 针对具体的人 站在你具体的一个角色位置 来进行演讲 它就可能对你的主题的范围 语言的使用 甚至是口气的一个把握 它就有限 你设定 你在讲台上 你在发言台上 你在演讲台上 你是一个重要的领导角色 在做的都是你的下体 那么你可以站在一种什么呢 从上到下的一种口吻来说吧 如果反过来讲 下面做的是考官 下面做的是领导 你是来接受检验 接受考核的一个角色 那么 你要把握什么样的一种口吻 什么样的一种语调 它自然是会有区别的 自然会有区别的 所以我们要求给定角色 给定情景力 这样一种东西呢 要求我们的演讲者 一定要围绕给定的材料 来展开话题 进入角色 这是理论 比如讲 我们说某市 在城市建设用力的 拆清工作当中 因为补偿方面的利益问题 出现了一些摩擦 引发了群政的 群体性的上坊的 这么样一个视点 那么 要求你作为政府的 分管负责人 面对情绪比较激动的群众 来进行几分钟的 沟通性的演说 他就具体的给你设定了几次 你是政府官员 完了 群众是什么呢 群众是这些 比较情绪激动的群众 因此 我们既要站在政府的立场 来说话 来把政府的意志 表述给群众 同时 又要顾及 当时群众的一种情绪状态 你讲话的口气 你至少不能那么生硬 你得要给群众 有沟通性的一个诚意 要让群众服你 要让群众信任 要让群众支持你 配合你 那么你的这样一些诉求 才能够可以实现 否则 可能只会把这种激动的情绪 越推 越火 应当讲 它是正面一个问题 第二类呢 是非情景类的 这一类呢 在材料的 给定当中 应当讲 我们演讲起来的难度 相对于情景类的 来讲 它要简单一点 它要简单一点 为啥呢 我们给定你一个材料 要求你 围绕到这些材料 资料 它所包含的主题 或者是 根据这个主题 能够引申出的道理 去展开你自己的话题 你 只按照你自己的理解 你自己设定的话题 去展开 原则上 你诉求的目的当中 需要亲众来配合你 赞同你的观点 但是 它没有这样一个 强制的目的 没有这样一个 强制的目的 为啥 一个问题 有不同的切入角度 有不同的理解 俗话讲 人与人不同 花有各样同 这句较常 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观点 可以表达 因此 对于站在台上 进行演讲的人而言 你下面的亲众 可以不苟同 可以不苟同 所以我们讲了 非情景类的这种材料给定 那么你演讲的难度 要小一些 那么从情景类的和非情景类的 两类的题目 材料给定你了以后 它所要反映的问题 或者通过这个培训 希望提高的素质能力 点在哪里了 主要是在于考察干部 培养干部的 语言组织能力 材料的综合归纳能力 角度切入的一个思辨反应能力 上至有一些材料涉及到具体问题处理的时候 它还有一个是你处理应急事件的一个能力 所以它应当是一个综合能力的考核 综合能力的考核 比如讲 我们这个非情景类的 说这些年来 实际上大家都知道 很多地方都有这一种现象 宣伟 从美女模特大赛 全球性的 国家性的 地球性的 行业性的 企业行为的 地方政府行为的 等等的 都有 校园学校里头 也要选什么校花什么之类的 甚至于现在 到了什么呢 村里头要选葱花 乡里头要选香花 所以选的目的是啥呢 其实 大家可能有一种目的 眼球经济 通过这样一种形式 达台 唱戏 来促进 来促进 经济的发展 来 给外界 告知 我们这个地方里 有一些 可以让人 享受的 精神的资源 我想 那么 我们给定 这样的一种题目 要求你 用美丽视角 这样的一个话题 来展开几分钟的演说 注意到 像这样一种题 他给了你一个材料 但是他给了你一个 切入的几个活动 就是他要求你什么呢 他要求你用美丽视角 为话题去展开 你可以是非常正面的 你也可以带有中心的一种观点 也可以带有倾向于否定的这一种观点 因为有些东西 因为有些东西 刑事做过火了 他就 适得其法 刑事 做过火了 让人 逆味 他有这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想给大家介练 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记性演讲的一些个基础 记性演讲 它要包含几个层面 一个是演讲者 一个是听众 一个是演讲的材料 就是有这三个要素 那么这个演讲活动 它的要件就构成 从演讲者来讲 我们如果把演讲活动作为一种信息交流活动 那么演讲者 他就是一个演讲活动的主体 他是一个信息源 是一个信息的发出者 这个信息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 一个是材料 演讲者要提供给听众的演讲内容的信息 然后我们说演讲活动过程当中 他是演讲者和听众之间的一种信息交流 不单方面的也是演讲者 把内容这个信息传达给听众 还有一个 听众在接受的过程当中 接受了多少感觉好不好 对演讲者的一个评价 一个认同态度 对有些观点的一种知识力度 他可能会在表情上表现出来 那演讲者 他能够及时地发现和掌握 听众的通过表情语言的交流 反映出来的一种效果 来及时地调整 他在演讲活动当中的一些个表述 语言也好 内容也好 观点也好 从而达到更好的一种交流目 所以这个信息活动 它是两个层面 演讲者的修养 这个我们不细说 理论修养 品德修养 学识修养 气质修养 理论修养 不谈论 作为领导干部 要寄信地发表演讲 你没有一定的理论水平 没有一定的政策高度 政策把握 那么你要演讲 要能够以你服人 要能够以政策法规来说服人 是比较有难度的 是比较有难度的 品德修养这方面来讲 这个它涉及到 一个演讲者的思想素质 那么一个思想素质 它可以决定 你的一种思想认识的层次 你演讲的思想内涵的深度 你占定一个品德的高度 那么它可以在人格魅力上 对听众形成影响 学识修养 这个主要可能体现在 我们演讲活动进行当中 你能够调集 你能够调集 众多的信息 来对你的演讲主题进行支撑 使群众听起来 觉得你的知识涵养很高 知识内容很丰富 从而对你产生一种 语言而外的一种信任感 气质修养 对演讲活动的这个效果 它也是很有影响 为啥呢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 就是一个人呢 有时候他的气质修养到家了 他进入到一个场合 不需要他说一句话 不需要他给一个什么样的眼神 自然的他进入到某一个场合 这个场合里的人 他会感到踏实 他会感到温暖 他会感到这个人值得信任 为什么 我们举一个比较就是什么呢 可以叫典型的叫极端的一种例子 比如讲 中央的某一位要人 今天突然光临咱们这个班 他只要进来 站在这个地方站一下 大家 心里头会悠然生起一种境地 是不是 这个是他的地位带来的 我说的是地位带来的 还有非地位带来的 真正的是气质方面的东西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我84年 1984年大学毕业 申请进入西藏 在西藏干了14年 97年跳过来 1995年的时候 在西藏 我接待了一位 深圳来的朋友 当时是西藏自己成立 三十周年 有一个观光团 观力团 来了以后 我接待的 有这么样一位 领导 我当时是抽签 那个大进 这个什么 老板 搞接待工作 是深圳市的一位领导 一位女同志 我陪他 到了西藏 那三十周年 那三大市 其中到 浙高市的时候 有 其他的另外的旅行团队 有一帮 吕同志 这个有一个主持的喇嘛 看很有威性 很有威望 他要上前的 就是死活的 要拽着咱们这一位领导 他要给这位领导照相 而另外旅行团队 有几个美女 我们这位领导 我是一岁了 一位女同志 其他的这些美女啊 是不是 死活要去给那位喇嘛 造相 那喇嘛就是不这样 那喇嘛 他就是要给这位 女同志要造相 我当时在琢磨 是咱们这位女同志 身上充满了佛心吗 可能不是 我觉得 她有一种气质的东西 当然 佛家的那种眼光 是吧 和咱们俗人的这种眼光 它不一样 我最后觉得 气质有一定的关系 气质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我们讲 当你的气质 站到你的时候 你站到一个演讲台上去 人们自然 他首先会对你这个人 你的气质 表现出来的东西 首先给你一定的信 如果一个那种男二不挂五的 一个什么样的人 站在这个台上 说我今天要来给大家讲 你再一看 你那玩意儿就是一个 性格上成功做的 言语上 拿捏不了的 形象上得罪九千九百九十九个人 那你说 首先他在心理上 对你有排斥的时候 你演讲会有很好的效果吗 所以我们说气质上 它是有影响 学识上 学问 知识结构 认识能力 敏锐的观察力 丰富的想象力 联想力 较强的记忆力 这些都是 我们要进行演讲活动 他应当具备的一些东西 当然我坦率讲 如果真正按照 这样的一种理论帐的东西来讲 你一个人要去演讲里 必须把这些结构都要具备了来 乱套了 所以我们讲理论上面探讨的东西 它是一个什么呢 尽可能完整的东西 他不是要求每一个演讲者 你都必须把每一项都具备了 你才能够站到一个演讲台上去讲 那 应该讲这个世界 没有一个真正的 可以进入演讲的一个 这方面的专门人才 气质 仪表 姿态 极致 丰东 両党兑 这些都是演讲应该具备的 这个亲中 亲中是特体 亲中的作用呢 接收信息 对演讲产生信息反馈 对演讲产生信息反馈 第四个方面 我们看进行演讲的特点和要求 进行演讲的特点 一个它具有针对性 它具有针对性 这些演讲的针对性 主要是 应该讲我们说 对事物的 事件的一个锁定 针对特定的事件 特定的事物 甚至我们也还可以说 它针对特定的听众群体 正常一个针对性 真实性 既性演讲 它的事件是真实的 为啥 因为在这个里头 既然叫既性演讲 它一定是在具体的场合 有感而发 所以它的场景是真实的 面对的对象事件都是真实 论辩性 站在自己的立场说话 所以这个论辩性 其实它在这个啥呢 它在这个学术性演讲的活动当中 更为突出一点 在工作性演讲的活动当中 相对来讲 论辩性应当说少一些 为啥呢 这个要看面对的群体而已 在一个领导班子内的 一个讨论的 这样的一个演说当中 我们其实把它叫发言 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 它可以有论辩性 但是一旦在一个领导班子 形成决定以后 我们要面对的 是广大的群众层面的 这样一个群众的时候 作为工作方面的一个进行演讲 他们这个论辩性相对来说 要弱一些 为啥呢 不说大家也应当清楚 是吧 很明显 它就是为了维护一个领导班子的 团结和谐的一种形象 不能够给群众表明 我这个领导班子里头的意见 是有分歧的 所以在公众场合 对领导集体的意见 形成演讲的时候 一般我们讲都叫一个声音 它基本上不搞那种什么呢 论辩性 所以我们讲 它是论辩性的这个特点 主要体现在学术演讲的过程当中 因为在一个会议上 相对而言 就某一个问题要进行探讨的时候 那学者专家各知底见 这个是允许的 因为真理叫越变越迷 真理叫越变越迷 鼓动性 这个没说的 演讲的目的就是要鼓动听众来跟随我 鼓动听众 来赞成我 鼓动听众来理解内容 来支持工作 这就是它的鼓动性 而且鼓动性在演讲活动当中 它还有一些个表现特征 比如说号召式的 鼓噪性的一些个 口号式的一些个 那种什么 那种宣传 那么有鼓动性 有艺术性 艺术性的这个特点 它比较而言 应当讲所有的演讲 它应当都讲究 一个演讲的技巧 艺术处理 但是演讲活动 它还有一种什么呢 还有一种艺术内的演讲 和这种什么呢 就是我们说工作性的 学术性的演讲 还有艺术性的演讲 哪一类呢 比如说演讲内的比赛 搞有一些主题性的比赛 春天来了 我们要以春天为主题 在学员同志们当中 进行一个什么呢 这样的演讲比赛 那么我们很多同志 就可能根据春天的这个主题 要么你直接写春天的景物 给人美好的感受的东西 要么由春天而引发出的 我们现在的发展的春天 国家真正日上的一种春天的主题 你去展开演讲 它带有艺术性 它带有艺术性 所以它有艺术性 演讲这个特意 演讲的要求 从内容上 要正确感人 内容 内容 所有的演讲活动 不管你有多么高的 语言表达水平 你的内容 如果出现问题 那么 你肯定会 失败 如果你表达出来的内容 肯定会 肯定会 我们讲 没有一点生动性 不感人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它的效果要打折扣 它的效果要打折扣 在表达上面上来讲 你要流利 畅小 生动 情感上面 要吐实 要真诚 我们讲 演讲其实最能打动人的是真情 而不是扭捏作态的一种虚情假意 为啥 有些人在演讲的时候 我讲 出朗之夜演员 他的眼泪 经常性的是什么呢 不值钱的 为啥呢 他是一种表演的需要 但是我们讲 演员 他真正情道 自身 要流泪之处 他也是真正的进入了 角色 走进了主人公的心灵事件 受到了感染 感动 而流出的真情的泪水 我们的演讲 也需要你 进入到一种真正的情境当中 用你的真实的情感 来表现 来打动人 来喜笑怒骂 那么 这样 你才能够真正的调动 听众 跟着你的情绪走 跟着你的感情发展 跟着你的眼泪 一起流 跟着你的笑声 一起笑 从而 实现你的 演讲效果 态式语言 我们讲 演讲活动 他们仅仅是一个声音表达的活动 他需要有态式语言 适当的手势 适当的表情 但是不能过火 过火了以后 他就会出现问题 为什么 有些时候 你动作过火了 下面 对你 演讲活动 暴力 可能是什么 可能是嘲讽 可能是 感觉到 是一场笑 人们 可能会去注意 你表现的 过度的 某一些动作 从而 影响了 对你真正的 有一些内容的 理解 是这样一种情况 然后进行演讲的准备 和进行 第五个问题 心理准备 我们 每一个演讲活动 其实 他都需要什么呢 需要你自己 调整好心态 这个主要是啥呢 主要是 有一些人 不经常上台 他知道 一上台以后 可能要发处 可能要 心慌 所以 首先 要让自己 有一个 平稳的 心理准备 要 要 要 使自己 在演讲当中 处于一种 这叫什么呢 正进自罗的 该怎么表达 就怎么表达 想怎么发言 就怎么发言 一种 随心所欲 出神 入化的一种境界 这样的一种 心理支持 是 演讲活动力 成功的 一个 非常好的基础 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第二个 内容准备 内容准备 一般在演讲活动当中 会有两个层面 一个层面是 事先有文稿的准备 这是一个内容 另外一个内容 就是 事先没有文稿 我们出于一种 进行演讲的 临时性的一种 但是我们讲 进行演讲 他说事先 没有准备的演讲 其实 严格的说 也是不恰当 为啥 只是看准备 时间的场馆而已 你到了某一个场合 要让你继续演讲的时候 不是你刚到 话音一落 然后 给你啪啦 枪声一样 就给倒出来 不是这么回事 你至少 你得要对 你演讲 针对的什么事情 你得要了解一下 要了解情况 对不对 在了解过程当中 实际上就是在 把握内容的一个过程 然后 你对周围的 你要面对演讲的听众 你有自己有观察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很明显 你马上就会知道 我的演讲 听众对象是什么 我怎么样来把握这个度 然后大致要讲几条 脑子里头也有一个思 组织准备 这个基本上是属于什么呢 演讲活动当中的组织机构 他要策划组织一场演讲活动 这个而已 物资准备 包括 这个什么呢 演讲场所 身相设备 单单的 这样一些 它是物资准备 这个我们讲到的 第一章 演讲训练的准备 进行演讲的训练的一个准备 我们讲 熟悉材料 你会精神 寻找切入的角度 给了你一个材料 你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把材料阅读清楚 把这个材料 它所包含的主题 一个主要的精神 要掌握住 要掌握住 在这个角度上 寻找角度 我们讲寻找一个 切入演讲的角度 从技术层面上来讲 哪一个更好吗 寻找你自己最熟悉的 最能够表达的角度 不要深硬的去看 这一个材料 它所包含的主题 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角度 你如果要去 局限于这个材料主题本身 那么你有可能 找的一个角度 你切入不了 为什么 因为你抽到某一个方面的材料 拿到某一个方面的材料 这个材料可能是你熟悉的 可能是你不熟悉的 当你拿到不属于你熟悉的材料 这一部分的时候 你要直接的 深硬的去找他那个主题 想去给他应套 你要出问 所以我们讲 一定要找到一个 演讲 适合自己的角度 这是一个 梳理思路 组织要点 准备补充材料 我们把材料拿到以后 那么你自然的 你把材料熟悉了 角度 切入的一个问题 找到了 然后 我要展开 我要把这个思路要给他 捏出来 要点 要给他组织 然后 我要在什么问题上 去找一个另外的材料 来对他进行补充 充实 使他更具有生动性 这一点 第三个方面是 组织语言 调整情绪 进入预理讲的一种状态 适当地把握一些语言 这个语言 有时候我们讲 在演讲技巧上面 他不是 接近演讲 他不是要求你 把每一个语言 都在脑子里头过一遍 形成辅导 可能来不及 但是 我给大家提示一点 那是啥呢 就是进行演讲 活动当中 你涉及到这种材料 一般讲 你要表达什么观点 思路 你好了 脚步找好了 你大字 你给他串详 几个成语 俗语 给他串详 我表达某一个主题方面的 可能需要哪些方面的成语 或者是格言 警句 诗词 韵律 诗 这个有助于上 有助于你在演讲活动当中 实不实地给他贯穿进去 增加你演讲的文材 增强他的语言艺术效果 生动的表达效果 显示你的语言的魅力 第二个方面 进行演讲的开图 开场牌 开场牌 还有他的一个作用 一个是建立讲与亲的联系 增加清澈感 这个增加亲切感呢 我们讲 一般的讲 你在建立亲与讲的联系的时候 有些人 我们讲开场白 这个白呀 他是说的意思 有些人 有些人上来 他先不切入主题 给大家寒暄一下 给大家寒暄一下 一上来 给大家打个招呼 同志们好 我一看 今天 在座里 咱们都四成相续 虽然 叫不出名字 但是对大家 在心里头 已经勾画了很多很多遍了 所以对大家 已经是很有感情了 也希望大家 对站在讲台上的这位老员 也能够产生一点感情 寒暄一下 拉近一下 感情 增加一点亲切感 这样呢 其实他是一种 心里头的相互一种沟通 完了 下面的演讲活动呢 比较好一点 第二个方面 打开场面 引出主题 打开场面引出主题 这个一般的讲 也就是啥呢 有些 有两种使用的方式 我们讲 后面我们可以来讲一下 这个啥呢 后面来讲一下 怎么样打开场面 和引出主题的问题 然后第三个作用是 活跃会场积分 激发听众的兴趣 那么 开场白呢 主要可以用这边一些方式 借时间 发生了什么什么重要的事件 这是一种方式 这一种方式 地点 随便 信息手连来都可以用地点 都可以用地点来开头 等等 我们不就给它开头了吗 随便什么地方 你就可以借景物来开头 是吧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正在春暖花开的时候 春天来了 春暖花开 大家都有心去踏青 去 这个什么呢 去享受春天的美丽 龙泉的桃花 已经开了差不多了 要将桃花运的 这回去 可能差不多是桃花结了 春天 景物 怎么样你都可以去什么 拿来给它开头就得 引述隔离景界开头 这个很常见 这个很常见 一上来 给大家讲一下 给大家就抬出来 某某伟大的私人曾经讲 比如说我们讲 一来杜浦 他就给大家说 杜浦的名言 安德广萨千万间大批天下韩式 具欢言 我今天要给大家演讲的题目 就要从杜浦的这一个著名的诗句当中 引申出来 想想杜浦早年的那种 安德广萨千万间比韩式具欢言的 这一种境界和我们联想到现在有一些 流落在街头的无家可归 无时可举的人而言 我们作为领导干部应该做点什么 你会就把这个什么的演讲主题给攒开去 引用事件的精彩处开头 这种开头方式一般讲 我们讲了 这个有点类似于咱们写作散文 或者是写作继续文 或者是对什么呢 消息报道那里 写作技巧里头 它比较常用的 把一个事件的精彩之处给你端出来 马上它起到一种效果 然后听众一听 这个精彩的开头 它后面有悬念 接下去会发生什么 或者这个事件 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激动 在情绪上 调动它一种 关注下去的一种欲望 这种开头 它也是很好 直接表达主题的开头 这个在演讲过程当中 比较常见 比较常见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 啪啪啪 你打出来 马上接下去 那就什么呢 三月的阳光如何如何 五月的春风如何如何 是不是 或者是什么呢 夏天夏日 昨日的一种阳光又如何如何 然后就给它 开展下去了 问候或者答谢的事件 这种开头 一般在里类常合 迎来送往的常合 一般用问候或者答谢 还有一种 主要的领导干部 到了基层的某一个地方 要面对基层的群众 进行演讲的时候 都用这种开头 为什么 他表示问候 一般作为大领导 坐在台上来 同志们好 我代表 中共 私人省党校 处击公务员培训班 支部 最高委员会 向大家表示 亲切的 问候 完了 接下去 下面我讲三点 他在跟你讲 他在跟你讲 这个是啥呢 问候是得一种开头 你因为迎来送往的 更多 自谦 示弱 这个呢 比较普遍 也比较普遍 为什么 一种谦卑 一种示弱 然后你到讲台上 你一讲的时候 先给大家 梳理一个 这个人很踏实 很诚实 很谦虚 但是你讲的 内容当中 去感染 听众的时候 发现 这个人有水 是不是 有水 但是我们要注意 不能太过 自谦 太过适当 你要太过适当 你表达 他就有问题 比如讲 我今天要来讲 我说 我要演讲一个 这个 关于哪方面的问题 我首先我来讲 同志们 我今天要演讲 哪一个方面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呢 本人研究不多 在这里演讲 也纯属于 抛砖引玉 希望能够引起 大大的共鸣 共同的思考 我们进一步 推动这样一个问题 研究的深入 这是一种 自谦事量 可以要 然后你要上来讲 同志们 今天我很没 我抽到这个题 一感都不出息 没办法思考 这个问题 我工作当中 也不接触 平时生活学习当中 也不接触 所以我纯粹是 为了完成一个任务 同志们 我讲错了 你别笑 人家就觉得 完了 那这一堂 还有啥天空 所以我们讲 自谦事弱 这样一种开头 他不能做 你要把握一个度 你要把握一个度 所以做一点 它是什么呢 简洁 流畅 亲切 有去吸引别致 有吸引力 一般说 是这样一种情况 所以我们讲了 开头呢 有一些要点 有一些要点 开门见山 直接了当 这就是啥呢 直接表达主题的 一种方式 亲切问候 幸福 回忆 这个便于记忆 主要是 便于记忆 其实给前面那种 开头方式 就是给大家讲的 是一样 幽默 新奇 引人入圣 其实演讲 幽默是免不了的 任何一个演讲 没有幽默感 没有生动性 没有佐料 没有调料 你的演讲 它的表现效果会受影响 它表现效果会受影响 相应观点 发生思考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那种 论辩式的 一种开头方式 一种演讲 词词引用 活跃气氛 陈兴介绍 其他基礼 陈兴介绍 其他基礼 在很多领导的发言当中 他 基本上也采用这个 我今天要给大家 重点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 是什么 第三个问题 是什么 先给端出来 然后下面我给大家 讲第一个问题 一二三 顺序 其他基礼 给你拿出来 这样它显得程序性 比较 第三个是 演讲的主体 进行演讲的主体 主体是演讲的主张 重点 那么它有几个要求 一个是要常理清晰 逻辑演讲 演讲的主要内容的展开 条理 如果不清楚 使人 在清的过程当中 串联不起来 它影响主题表 它影响主题表 逻辑如果没有 不严厉 你引导给听众的 那种思路 是乱的 那么听了以后 听众没法根据 你的那个条理化 来组织 它的一个中心的内容 主要表达的观点 它就有问题 推波 波兰起步 节奏多变 这个主要是演讲技巧当中 主干领头 你要给自己设置一些 能够在演讲活动当中 起情绪的一种波浪式的一种情绪 引发了一种高点 这就叫什么呢 我们写文学作品一样的 或者是电影表现一样的 就是那种情绪啊 它是一波一波的 把观众的情绪 叫做到一个高点 然后从那高点里头 又慢慢的平下来 像我们那个啥呢 那个普世啊 震荡的太厉害的时候 那种上下起步 一会儿的 人的心悬起来了 然后又让人踏实下去 突然又让人的心要下起步 这个波兰起步 在内容的设计上是这样 还有一种什么呢 还有一种是你的情绪 渲染表达上 你的声调 你的这个什么呢 处理技巧上面 也要有这种效果 它比较好 选择恰当的结构方式 地定理结构方式 散人式的结构方式 或者是这个什么呢 就是三观论推理式的结构方式 等等 你的演讲活动就是什么呢 你要给它选择一个结构方式 这个结构方式 就要看见内容 怎么样表达更好 这样的一种结构方式 这个呢 具体的不具说的 表达的一个要题 正确的简题 调显别字构式 选题要正确 注意我说 你的构式的要别字 要显得比较巧 我们讲啊 有很多看起来比较平常的一些个角度 一些个题目 你选取好了一种很好的切入角度 你去找主题 不管拿出来 它怎么样 但是让人们感觉到可能很新颖 很别致 听起来觉得你有道理 我给大家举一件例子 我有一个朋友 它是写了一个东西 但是我认为 它拿来做演讲词 演讲稿 即兴演讲的小段子 也很有味道 它说翻译啥啊 对 半瓶子水的一个别解 我们就觉得 它的那个切入的角度 有它自己的一种理解 它就想啊 我们一般讲满湖是全部想嘛 半湖是想冰当 是吧 它这个讲的是什么 讲的一种谦虚的态度 和一种狂妄骄傲自大的一种态度 但是我们这位朋友 他不这样理解 他说满湖全部想 半湖想冰当 这样的两个概念 它完全反起来理解 它说你学了一肚子的文章 你不拿出来用 你不拿出来躁动 你让它闷在肚子里头 你不想不叫 管什么用呢 尽管它有半瓶子水 但是它的半瓶子水 它就要拿出来躁动 拿出来用 拿出来发挥作用 我们讲 它半湖它就要拿出来想嘛 而且它说 我们主张那半湖响叮当 还不主张 满湖不响 为啥呢 半瓶子水 它是一种不知足的 不饱满的一种状态 才让人能够看到自己的差距 可以去奋进 要试图去填满它 所以他觉得现实工作当中 宁愿要取一种 哪怕只有半瓶子水 但是要拿出来使用 要拿出来展示的一种态度 而不要取满湖 闷在那里 不动森色 带进观察的一种态度 当然我觉得它这是一种巧遍 为啥呢 人家指的是一种迁徙和骄傲的态度 我们从那个什么呢 满湖响叮当的那个角度来讲 但是它从那个角度里头跳出来 它从不想和想的这个上面 是拿不拿出来用 它取这一个角度 好 我们回过头来讲 就是它这样的角度 能不能够让人去赞同呢 我觉得 有些时候 你去理解 它这个解释有它道理 是有它的道理 有些人 自信自己的那种学识很高 然后到每一个地方 都是什么 不露声色 人家喊着它做什么 它就前夕 哎呀 这个问题我做不了 做不了 那确实 所以啊 我们讲 其实现在这个社会的一种态势 对人的性格的一种取舍 要求已经变了 我告诉你 真正我想老实话 儿子现在眼目下 对那种四平八稳的处处都表现的那种什么呢 就是谨小慎微的 这样一种性格 不是被社会认可的一种好的性格 而是什么呢 而是真正的 善于展露自己的一种性格 现在社会可能会更吃香 所以我们就是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时代背景下面 对有一些问题的看法 你的角度要变好 你的角度要变好 确定主题 树立演讲统算 深化主题 提高说话统位 找到齐演 尽快修主题 这是我刚才提的那个 他说什么呢 找齐演 我们如果把满胡权 不想当骨小铃铛 把他在这个面前 说请你就这两句话 展开话题去发表演讲 我敢说 其实绝大多数人 或者99.7%的人 他都是啥呢 他都可能去寻找一个 批评 自高自大的 包扬 千禧 谨慎的 这样一个角度 去讲 而不一定 从心理 齐的一种角度 去切入 所以有时候 演讲活动的效果 他还看 说哪儿话 你老包子烂不烂 有时候 他们说烂老包子 他能够找到 很好的切入角度 他就把这个什么 大家看似 平常的一些个话题 他就给它弄活了 他就出效果 出彩了 公益命运 继合中心论点 然后 精巧选材 架构 演讲的形容 巧妙构思 顺利展开表达 单肯定 这样一心 他人 他其实就是 对我们组体内容 怎么样去架构 组织内容 组织语言 然后 安排结构的 一些方面的要求 然后 巧识概念 结识事物的本质 在演讲活动当中 我们免不了 有些时候 你演讲的时候 要伴出给听众 有一些概念的东西 可能这个概念 理事理解 但是听众 他并没有理解 所以你一定要 对这个概念 做一点解释 阐释 但是这个解释 阐释 我们讲 不要太啰嗦 美醉 一定要 简洁明了 而且 你的解释 最好是 这个什么呢 就是巧妙一点 什么样的 我们主张 在解释 某一些概念的时候 用形象的 比方 来说明问题 更好 因为 你在对 有一些定理 概念 你要进行解释的时候 完全的 学术化了 听众 听起来 可能有误素 所以 我们尽可能地 把有一些概念 他能够用 比喻 打比方 一些例子 来给他 说明问题的时候 你用这种方式 来表现它 它就 比较巧妙 而且听众 有时候 一听起来 他的那种 形象思维和 抽象思维的 一种聚合 那么 他理解起来 就不成问题 皆是事物的本质 这种巧妙 巧是概念的问题 是话是说 你是明明 一定有 这个实际上 就是我们讲的 一句真实事件 表达真实观点 引用真实的政策理论 来说明问题 来说明问题 然后组织合理 做到有话可说 不能够 三句话 反复 十五次 等于四十五句话 然后完成五分之 去年 一五一 中程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 这种情况 我们要求 讲十分钟 我们要求 讲十分钟 一个人 我们算了一份 他自己 组织的内容 可以讲两分钟 将近三分钟 当然他讲了 六七分钟 为啥呢 他两三分钟 讲完了以后 他又把他内容 拿来重新 服输了一遍 我们就说 打错 你可以下轴 他准备的内容不足啊 准备的内容不足啊 即便我们有时候讲 语言这个问题 它是无止尽的 有时候 这个看你自己掌握语言 就是把握语言 一个技巧问题 组织语言的一个能力问题 有些时候 你可能就是一句话 说清楚的 但是你考虑 给我的时间限定 或者啥呢 那就是 我这一句话说了 我没话可说了 那我何不把这一句话 来展开 我展开成十五句话 完全可以的 只要你讲出来 听众听起来 觉得你 你这个啥呢 你有经典 至少 最后人家说 你讲这么大一对 就一个问题 就一个观点嘛 我说他何尝不是呢 每个人讲的 一个演讲活动 他都是围绕一个主题 那你说 他都不去展开的话 我就直接告诉你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 怎么样做好人民功夫 嘛 你说你讲一大分 就怎么样做好人民功夫吗 他就这样一个主题 但这个主题 你可以用三千三万来给大家 对不对 也可以用三分钟来给大家讲 也可以只用两句话来给大家讲 怎么样做好人民功夫 是吧 坚持八容八指的一个东西 按照八容八指的一种要求 去认真的建计 你就能够做好人民功夫 是吧 他也很简单 他也很简单 他就站着脚 我们就是说 语言你可以 多的组织 但是一定不能够反复 一定不能反复 这样他就有问题 寻找出媒 临常引发联想 演讲活动 看点 出彩点 经常出现在哪 经常出现在 你临常信手 拈来的一些个材料 联想的一些个情节 可能真正是很打动人的 很感染人的 为啥 当你给大家介绍材料背景的时候 你的材料背景 大家已经熟悉了 大家已经熟悉了 所以 你在另外寻找材料 来给大家讲的时候 他从一种信息 接受的一种角度 他觉得心 他 听起来 比较 有好感 整直修业 框定逻辑结构 这个呀 主要是 我们把内容 填好了 主题设定好了 结构给他弄好 主要我们要考虑一下 我在这个演讲过程当中 稍微的去思考一下 哪一些问题 应该重点讲 哪一个问题 应该次要的讲 或者是应该 忽视他 不讲 这个里头就是什么呢 使他整个结构 显得严密 完了 重点也突出 不至于 让人觉得 你把非重点的东西 拿来大小天 这个 正确推你 导注真实结果 推你要正确 所以 这个问题是什么 你演讲完了 一般情统的讲 你不能让听众来说 你所讲的 某一个问题 经不起 推倒 你稍微给你 推倒一下 你的那个观点 站不住脚 当然我们不反规 你讲出来的东西 让人来进行评判 让人来进行这个什么 就是 此相亦观点的一种表达 但是观念是啥呢 关键是你自己论 正的这一个题 这一个角度 你要让它能够成立 而不是你自己 给自己找毛路 所以这个问题 所以到处的结论 一定要真实 这个结论一定不能推 一定不能就是什么 用一种 异想推断 来完成 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进行研究 第四个是结束语 结束语 一般 它要求简洁有力 忌讳 永长 啰嗦 砍切一点 第二个 新鲜有趣 不要让客道 口号少听中的信 所以这个问题 其实有些时候我们现在 有一些演讲 它后面也有口号 比如说武动式的 一些演讲 艺术界的一些演讲 有一些那种 创意性的演讲 它后面 它可能它叫什么呢 广大的青年同志们 青年共青团员们 让咱们积极心弄起来 或者怎么样的 为爱情工程 为什么样工程 做什么 鼓励贡献 这个它可能免不了 我们所说的 不要让口号啊 这些东西少听中的 就是啥呢 就是那种口号 不要太过正常 比如讲 我坦率讲 你要站在这里头来一讲 然后每一个人 都在那里 一来讲 让我们 加强 这个什么呢 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的 才观改造 然后做一个合格的 什么什么样的 这个什么呢 领导干部 好 每一个人 都这样来以后 大家就觉得 腻味了 他就觉得 太口号了 他就觉得 太口号了 所以我们讲了 就是 刻号 口号这东西 不要太多 第三 自然 暂时 不要化则 天主 教如赵宫 逆人反应 逆人反应 有些时候呢 点到为止 点到为止 该结束的时候 就结束 没有必要 反复的强调 不要把亲众 当成敌人 其实 有一些 演讲 活动 他 出问题 出在哪里了 他可能 老把 亲众 当成敌人 就像我们 刚才说 解释概念一样 你站在台上 有些时候 你熟悉的概念 可能 亲众不熟悉 你得 给他 解释一下 但是 有些场合下 你涉及到 提出来的概念 下面 是心知肚明的 每个人都清楚的 这种情况下 你没有 并要再对 有些概念 去进行解释 比如讲 我们现在 现在就讲 三个代表 大家现在 啥耳术能强 对不对 我们要站在 这个上面讲 就是什么呢 我们 每一位 领导 干部 都要认真的 践心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然后 一想 三个代表 可能大家还不了解 我给大家讲一下 三个代表 是什么呢 谁谁谁 然后就给大家 重述一遍 人家就觉得 你这个就叫啥了 你这个就叫啰嗦了 发色片头了 为什么呢 大家都耳术能强了 但是 三个代表 刚刚 出来的时候 那 你可能就要把 三个代表的具体内容 放在前头 是吧 中国共产党 我们 每一个领导干部 始终要牢记 这样一点 那就是 我们中国共产党 始终代表 先进生产力的前进方向 始终代表 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始终代表 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这样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你不是给大家 重复一遍了 好 当啥了 当三个代表 我们说刚刚出来的时候 你这样的 它是合你的 然后 大家都耳术能详吗 你再把它给 给端出来 进行连接 把内容端出来 它可能就 显得你多数 所以这就是 这就 有些时候 就是 不要 把大家耳术能详的东西 当成大家都不了解 这一种东西来的 所以我们讲了 结尾的方式 它有 总结式的 有 赞颂式的 有引诱式的 有幽默式的 有呼喊式的 有哲女式的 我想啊 总结式的 它一般 有一个表现的特征 你演讲完了 进入到结尾的时候 终上所述 我的演讲所要表达的观点 就是什么什么 一条 给它端出来 这就叫什么呢 可以把观点 重新叙述一遍 叫首尾照应 它是一种散门式的 一种照应节奏 这样也可以 赞颂式的 一般那种什么 在你一场合里 比如讲 在一个答谢场合 我今天带队到你这个地方来考察 来学习 得到了你的 这个单位的 大力的支持 完了 我们临行了 要走了 在答谢的时候 一表示感谢 二对 对方表示一种赞 所以这个是可以的 引用式的 这个比较多的是什么 引用 主要引用 格言 警句 引用 伟人的 语言 来 进行结尾 是 你演讲的主题 有挂龙点金的 一个作用 然后 幽默式的结尾 我想 其实 幽默式里 它不仅仅是结尾 幽默在整个演讲活动当中 它都具有一定的要求 都具有一定的要求 一个演讲活动 如果一点都不幽默 那 人们听起来就觉得 异味 它其实 幽默的方式 有些是语言上面表现的 诡谐 有它的诡谐度 有一些 是从内容安排上 出现幽默 那么这种幽默 它就比如讲 我们在社会上 现在这个流行的段子 给你插风打颗的 给你拿一点段子 但是这个段子 它不是什么呢 很随意地拿来 与主题表现无关的 它一定是要和主题表现有关的 你阐述某一个问题的时候 你用一个段子 来形象表达你的观点 人们听起来的时候 你既表达了观点 阐述的内容 同时 你的这种形式又非常好 你是 比较到底认同度 它比较好 所以 我们说 幽默式的 其实说穿了 就是在演讲活动当中 要加索量 要加索量 调量 呼喊式的结尾 常常应用于 倡议性的场合 号召式的场合 有一些官方的 很正式的会议 发言 会议 结尾 它也可能 用这个 比如讲 党的代表大会 它可以安排在 结尾的时候 就是一个 领导人的发言 主体报告 在结尾之处 喊口号 伟大的 光荣的 正确的 中国共产党 万岁 可以啊 对不对 这就是什么 它就是 不含式的一顶结尾 或者是 我们基层里头 我们下面 这基层里头 经常在正式的会议当中 有些时候结尾 它采用这种方式 让我们 紧紧地围绕在 以胡锦涛 统治为总书记的 党中央周围 完了 这个什么呢 坚持 以邓小平理论 为指导 怎么样 努力建设四川 把这个什么呢 四川建设成为 繁荣富强的 这个呢 新四川 而奋斗 等等的 这个 它也属于什么呢 呼喊式的结尾 所以我们讲 呼喊式的结尾 它不是不可以用 要用对场合 很正规地 正式的一些个场合 它适合用呼喊式的 你不能够 不让它用 但是一般的 继续演讲的场合 尽可能地少用 有一些场合 就不用 你比如讲 我们刚才举的那个例子 就是什么呢 面对情绪激动的群众 你作为政府的 这个 主管官员 一个群众 进行 沟通式的 一种演讲 演说 那么你到后面来 广大的群众同志们 让我们怎么样 怎么样 怎么样 和政府一道 克服困难 战胜困难 相信 面包会有的 牛奶 也会有的 你们终究 会问题得到解决 他就觉得你这个 花儿不实 解决不了问题 然后就是 哲你式的结尾 所以语言要求 给大家再耽误几分钟 语言要求 极限科学性 极限科学性 表达概念 理论 数据要准确 极限注视性 百科注视要调用 增强 演讲的感召力 生动性 检验通俗 果实畅达 幽默风气 有韵律感 谨句 谨语的引用 修词的运用 修词的运用 主要是 句式的选择 词语的锤炼 一般使用短句 长句少使用 说练语言经常使用长句 演讲要使用短句 要讲究修词手法的运用 主要是 这个词语的锤炼 然后有一些排比句式 对我 这样的一切的运用 泰式语言的配合 我们讲了 泰式不能够 这个什么呢 过火 所以 那么我们 进行演讲的一些个 基础的东西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